《高僧行仪》 有南朝的梁 臣 以及其后的隋朝 唐朝 在隋文帝开皇十年 当时的晋王杨广 出任扬州的总管 杨广本身是虔诚的佛教徒 所以他把扬州 变成了弘扬佛法的基地 其中会日道场 便成为江南的佛教中心 在那个时候 杨广他邀集了 许多有名的高僧大德 来到会日道场 助席弘扬佛法 在历史上我们都知道 很多人把隋阳帝杨广 称之为暴君 然而他跟佛教 又是什么姻缘呢 今天节目很高兴 邀请到冯甲大学的 林韵柔教授 教授好 您好 教授请坐 谢谢 老师 我们就历史记载 其实杨广 他其实后来 有很多残暴的行为 那他为什么跟佛教 佛教是讲慈悲的 他跟佛教的因缘何在呢 关于这个隋阳帝杨广 他其实在年轻的时候 跟佛教的渊源是非常深厚的 那杨广他对于佛教的情感 其实有一部分来自于 他出生于一个佛教家庭 大家都知道 他的父亲隋文帝杨坚 他其实小时候就是一位 比丘尼弗养长大 那所以杨广对于佛教的信仰 是非常非常虔诚 当然他成为皇帝之后 有非常多复兴佛教的作为 而杨广其实也是 不过杨广大家知道说 其实他一出生 他并不是长子 所以他天生就注定 他不该是一个太子 但是他其实有这样子的企图心 所以他做了非常非常多 年轻时期的作为 都跟希望能够让他父亲 看到他有密切的关系 所以他对于佛教的支持 其实有一部分是来自于这里 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是 杨广他被封为晋王 那他封地是在江南 那在这个地方 大家知道在北周五帝毁佛之后 其实北方的佛教 基本上是崩溃了 在当时有许多北方的僧人 是到了南方 所以佛教的传统是保留在南方 那另外更重要的是 南方其实有自己的佛教传统存在 在南北朝的时候 北方的佛教传统 是以行业修行为主 而南方则是强调义理之学 不过在当时的政治局势之下 好像北方的政治影响力 会大于南方 所以在北方统一了南方之后 南方的佛教该怎么发展呢 而杨广被派到了这个江南地区之后 他就注意到 当时的人们其实对于佛教的重信 是非常非常激烈的 佛教对于人们人心的影响 远远大过于我们的想象 所以他在这个地区就积极地经营 掌握这个宗教跟社会上的资源 他开设了这个四个道场 包含这个以佛教为主的 这个会日道场 法云道场 还有另外两个是以道教为主的 预先精动道场 为什么佛教道教兼并呢 因为道教在南方的发展 也是非常兴盛的 所以你可以看到他开设这四个道场 不是只有偏爱佛教 道教其实也是可以证明 他是希望用这个宗教的力量来协助他 建立政治上的力量 所以会日道场在这时候 是集结了南方最重要的几个学派 包含这个天台 包含这个城石 包含山论等等 那这几个学派是以南方为基地发展出来的 尤其重视毅力之学 在经过了战乱之后 这几个学派在面对北方的政权 统治南方的情况之下 他该怎么发展呢 杨广的会日道场显然提供给这几个学派 非常非常好的重要的发展的技术 一个平台 是的 那杨广他在成为皇帝之后 其实在前几年他的攻击还是非常好的 假如在大业六年他就喊停的话 他在历史上留下的名声肯定是好的 只是他在大业六年之后 开始有一连串征伐高勾力 接下来导致国家的动乱等等 当然就造成了整体的形象 他的破坏 但是他年轻的时候 即使他是基于政治的考虑 去做这些事情 还是有非常好的结果的 感恩老师精彩地说明 的确我们看到杨广 或许是因为政治考量 扶植了佛教跟道教 然而或许无心插流 但却为了未来佛教得以中国化 奠定相当重要的基础 我们纵观极藏法师的一生 他的弘法能量是相当的强大 他的弘法性格也是相当鲜明的 节目我们很高兴邀请到 慈济大学林建德教授 教授好 宇凡您好 我们看到极藏大师 晋王阳广一邀约 他就来到了惠日道场 据说他好像不只到惠日道场 好像什么地方请他 他都会去是吗 其实没有错 在 虽然我们本来讲家祥极藏 极藏大师他待在家祥市的时间很久 据说有十五年的时间 但是他也是到处游走 那这个隋煬帝请他 好不好 惠日道场 包括之后到长安 日延市 包括像石济市 定水市 其实可以看出他跟政治之间 跟皇亲国戚之间 一种像密切的关系 对 其实不只是像 这个李世民 唐高主 包括唐太宗 包括唐太宗的弟弟 听说那个颜辛氏 就是唐太宗的 唐太宗的弟弟 这个李元吉 邀请他盖的 所以基本上他跟这些 对 这个跟政治 跟皇权 是有相当紧密的关系 那这个其实 我想跟他经历过 这个北周五帝灭佛有关 因为在吉障大师 29岁的时候 那发生了这个灭佛事件 那这个境内的那个佛事 都被毁坏 那森林们被迫还俗 我相信他知道说 这个法要弘扬 那跟政治 跟皇帝 跟主政者 那有密切的关系 所以我相信 他有这样的一个认知 所以基本上 他就随顺的姻缘 不会有过去说这个 忠诚不是恶主的问题 既然这个跟随阳帝好 那我是不是就跟这个 礼堂的诠释不好 对 所以这个大概显示到 佛教的这种超越性 不应该受到 这种政治立场 而去影响对法的 对真理的 这样的一个追求 所以我说他的 弘法性格很鲜明 他为了能够弘扬佛法 所以他不会去排挙 这种诠释的因缘 是这样吗 其实可以这样说 其实我想 佛法的这个弘扬 基本上你不能 跟政治有一些连结 就是说 因为你就在这个 整个大环境里面 那怎么样保持一个 不疾不离 那是一个 要去找到那个 重道的原则跟方法 其实在佛教历史当中 可以看到 就面对政治 像神秀大师跟慧能大师 就很明显 虽然是同时代 但是神秀大师 他就基本上 因为他有两经法主 三帝国师的这样准臣 他既是在洛阳跟长安 以及在经历了三个皇帝 在武则天 唐宗宗 唐瑞宗 就基本上 这个激进于国师的 这样的一个分量跟地位 那但是相对于此 慧能大师一直都在南方 那皇帝召见 那基本上他就是一样 希望在自己的一个 清静的道场里面 专心地修行 那这个虔诚的弘扬佛法 那跟皇室是保持 距离的关系 所以这基本上可以看出 每个人的修道性格不一样 那怎么样善用 而不要被误用或者是这个 滥用 对 对 这是一个我想 所有的僧人们 他会有一个这个自主的判断 也有祖师大德说 他临在蒲团净作死 不作人间应付生啊 是吗 所以我想这个就是 不攀缘 但是随顺因缘 对 那像包括刚刚提到慧能大师 我想因为有神秀在 也不需要去 这个既然有其他的法师 来宣说佛法 那我想慧能大师他会知道说 这个时候不需要跟人家 去争 对 我想他也是一种 我想很多时候 会有那个因缘的考虑 那我想这个 这个距离的近跟距离的远 其实有些时候就需要 一方面是佛法智慧的判断 一方面是众生的需求 就智慧跟慈悲 然后去抉择出一条正确的路 感恩教授 谢谢亦凡 的确要用佛法的智慧来判断 就像释迦摩尼佛对于弟子 找穷苦人脱剥或找富有人脱剥 他都给予一定的教育 告诉他们还是赐地起实为好 所以我们弘扬佛法随顺因缘 不攀缘 更重要的是要怀着这份利益众生的心 我们就一定能够有好阴好年 感恩您收看今天的节目 等会别忘了继续关上高僧传 记账法师 我们再会 先也知道这位吉祥法师 他是幸福发隆台数的孤独 自将自始今梦三家上司 重担感境正发大风 问道者路易不转 三问我欢迎这次 他不知公演三轮 也先攻博华 自作大品部借鉴和博华鉴 都有特别的境界 嗯 有处的孤政大政 立东要立正教育 其令良意中流点在散业 We are day 对 都不一样的孤独